我們請署長好了 李署長 辛苦了 今天比較辛苦 署長剛剛其實我們前兩位委員 一直都在談這個河山的問題 那其實因為這個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這件事情 鬧了整個一屆感覺都要暴動 那所以今天有一點時間 我想署長你是不是藉著這個機會 把這一個事情的一個石墨 做一個比較就是簡要的一個 這個事實的一個闡述 讓大家知道說到底為什麼會 就是為什麼會他申請了這個 15萬嘛是萬點 然後醫生抱怨說他被刪了167萬點 然後最後衛福部又跳出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這36萬點 這事情的一個石墨可以大家說一下 謝謝委員 的確是這樣因為嘉義農民醫院這個案子 其實他是屬於台中榮總的嘉義分院 那他本身來講這個病人他是一個肺炎 那肺炎當然就是說一個Loma 就是一個夜狀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要看他的那個生理狀態 到底是不是說真的需要用那個 就是患在家務病患用呼吸器 那因此就是說他在家務病患一段時間 那當然說這個治療來講的話呢 也牽涉到一個就是說這個醫療的行為 是不是需要那麼久或怎麼樣 那所以變成他的申報點數其實也是一個數目 但是就是說當時有另外一位專家在審這個的時候 覺得說他的某一些病例上面的記載不是很清楚 所以某一些治療行為他卻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就把他做一個核三 但是各位剛剛就知道說我們在核三的時候 有一些就是說在我們健保法裡面 有一些就是說你需要去回推 那就是說我們就隨意審查 那這個數目字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必須要按照那個公司去看 那結果就有一些部分就是等於放大了一個數目字 那不過就是說這個數目字當然就是 就是在那個醫師自己在算的時候呢 我是有跟我同事討論過 因為他自己在回推說他們醫院裡面被核三的數目 是多少的時候 他自己有算出來就是那個數 剛剛某人提到一百六幾萬嘛 不過真的就是說在就是在那個我們的那個 健保署裡面算的數字是應該是三十幾萬吧 但是問題就是說到時候又說是被比悟啊 那又說是因為我們健保署給他關親 所以他自己就那個網那個 從Facebook裡面下架那樣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部分是 的確是當時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健保署的同僚有問我們的 那個就是有問那個他們醫院的主管 他們醫院主管說他沒有這樣講啊 然後我們就說我們到時候就拜託 那你假如沒有這樣講 你應該要跟媒體澄清啊 他又說他不知道是哪一個媒體寫的啊 那所以變成說就又沒有辦法替我們健保署澄清 那事實上我們的同僚也是很委屈啊 因為這個事情不管是我們在署裡面 或是在我們部裡面 對我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對媒體 對我們就覺得我們健保署的那個管理有瑕疵 的確有一些我們自己會檢討啊 那所以目前來講大概整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大概一個流程是這個樣子 不過就是未來的話呢 我們是自己內部有在檢討 因為的確就是有一些審查委員的狀況 也許就是各位會社會會認為說 因為我們好像是有黑箱作業 不過委員我跟你報告 我在那邊一個月的時候 我自己是非常信任我的同僚的工作態度 他們絕對沒有介入這什麼 為了點數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他這個就是說 將來在河山的時候呢 你河山就是說假如是一個 原則上我們在研究說 河山是要一個或兩個一組那樣吧 那另外就假如萬一有河山的時候 就說比較脫離那個正常的一個範圍 它比較大的時候 那我們是希望我們在內部的時候 一定要再找另外一個醫師 一個專業醫師再把它審查一遍 看這樣的一個河山合不合理 而且要合理的時候我們才會送出去 這樣的話變得避免不必要的一個誤會 存在於醫師跟健保局身上 好 那所長 我想你們應該有做過一定的一個檢討 但是這個制度其實 我相信很多的醫生都很有怨言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們這樣子河山 平均我們每個月跟就是累積到每一年 這樣子大概平均會刪掉多少的點數 你有推過過嗎 昨天有一個數字 我們開會的時候就說 的確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一年的那個申報量很多 對 不過那個百分之幾百分之幾 3點多還多 不到3 不到3 好像2.2%還3% OK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委員 其實部長跟我都當過醫生 現在當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那時候 以前在被人家河山的時候 我們在寫那個河山理由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我們會檢討說 對啊 部長昨天講 的確有一些是有道理的 我們自己的住院醫師處理的不是很好 可是有一些東西 說出來的 我們也是覺得說委員 有一些委員的意見 我們也是有意見的 可是就是說 我們自己都會去注意到這個 好 那我剛剛想 因為其實昨天晚上我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蔡次長他已經有說 他會盡可能在兩個月內去 就是讓這個居民審查可以上路 他昨天晚上有這樣的一個新聞出來 那我也希望說 衛福部這邊的腳步要加快 然後這個黑箱的一個問題 我相信它是不應該存在的 當然除了這個 就是委員現在不公開的問題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放大河山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的醫生在抱怨是說 他們不知道標準在哪 因為現在的標準就是由委員知道 那像這個報了15萬點 然後被河山了8萬點 然後最後放大河山的36萬點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他覺得這樣很不合理 他就然還要賠錢 所以這種狀況 其實醫生他當然覺得很不適滋味 那我們現在河山的理由 我們大概所知道的 就是會有很多就是說 沒有積極的療效 或者是說非必要的檢查或治療 那當然還有一些理由 叫做什麼台廠的藥比較便宜 所以這個河山的這個室油標準 以及這個核定的一個過程 到底現在我們有沒有公開 因為就是說這一點是說 部長有交代我們就是說 其實在健保署的網頁 我們正在積極的 就是用成VPN的那個網頁系統的話 那這個安全度比較高 可以讓我們很多我們的醫療同仁 都可以看到健保署裡面的 一些相關的作業 那自己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目前的一個河山的理由 大概有200多項 只是說通常對一般的醫生來講 他未必會去看這個理由 所以說將來的話 假如說萬一有一些被河山的話 假如說我們當事人 他覺得這個東西有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在我們那個網頁上面 也可以當委討論的一個平台 那不過就是你放心 就是說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通常有一個代號 因為有時候在河山的時候 有請審查醫師用字寫 有時候又怕他的字會被人家認出來 有時候又怕說他的字 我們假如同仁抄了 所以又抄得不是很好 不過就是說我們部長有交代 就是說我們會朝那部分去 至少一定要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你的代碼有 可是你下面還可以再補充一下 到底你認為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認為說這個過程 應該是要跟這個居民審查室一樣 都要公開透明 那當然我也要問到說 如果現在這醫師不服 他的一個救濟管道 現在有沒有用 那實際上如果他們提出救濟 然後實際上我們可以還給他點數嗎 對 那現在的 譬如說剛剛講說 不到3%的一個就是點數的核三 那你們到最後再還給醫師 他們如果提出救濟之後 你再還給醫師這樣的比例又有多高 85% 其實這部分是這樣 因為我們常常是這樣 因為有些醫生自己就會被核三 以後他又不積極去生父 就像在那寫的 那我自己那時候在當台南醫院院長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一個態度就是說 因為人家委員一定有他們的意見 那你一定要去溝通 那你就是好好寫 寫你的道理的時候 那問題就是說被核三的時候呢 那被核三的部分的話 醫院負擔80% 那當事人負擔20% 從他自己口袋裡面去扣掉錢 他自己就有感 所以他深入了以後 過了就再回他 好 那其實我問這問題 我是希望說這個流程公開透明 是一定要做的 那這個腳步也起要加快 那並且要加強跟醫生之間的一個溝通 那最後 因為之前這個重複用藥核三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雲端的藥力系統的一個運作 其實還有很多的一個不變的地方 那之前呢 其實很多藥師跟醫師都有反應 那我們先前辦公室也有幫這個 就是藥師公會跟健保署這邊開過協調會 那當時候我們健保署從善如流 我們已經把這個時間 就是合扣的時間改到明年再來實施 但是當時候我們有提出三項建議 那希望健保署要來做一個研議 那當時候健保署也有承諾說 會找藥師公會一起來做一個討論 那不知道到現在有沒有一些進度了 再努力 因為我們先把這個部分是先延後 那細節的部分就是我們再討論一下細節 因為時間也不多 如果是明年要實施的話 也剩下半年的時間 那也請我們健保署這邊盡快找藥師公會 來做一些討論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洪詞雍委員